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事件于1189年的北京卢沟桥 曾以卢沟小院名闻燕京八景之列 1937年7月7日 日本帝国主义再次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晚平城的中国驻军奋起抵抗 史称龙高桥事变 2012年烽火1937设置组 东渡日本用全新视角 借开日本曾经挑起 卢沟桥事变背后的历史真相 1945年に戦争終わったわけです ですから8年間ですね そういう時代だったわけでね 我々はそのことは深く反省をしております 反省してそして我が国はですね まずは戦争はしないということを誓ったわけですね 国民もそう誓ったし そして他の国に対しても そういう日本であるということを宣言したわけですね こちらは東京の国立国会图書館 在日本 この图書館は特殊的地位和功能 它的館長享有国務大臣的同等待遇 二位国会服务 是この图書館最为重要的功能之一 它授集的国内重要物品 作为日本の文化遺産 将进行永久性的保存 然而拥有如此高規格待遇和职能的图書館 却收藏了一张普通日本人的照片 而我们也将从这张照片开始 探寻历史的源头 解开日本侵华战争背后 那些显为人知的事实真相 这张照片拍摄于1937年 照片中的日本军人 名叫智村橘子郎 参军前 他是一名再普通不过的东京青年 朋友们这样描述他 智村橘子郎 是一位不引人注目的男子 大概由于肥胖的原因 动作略显迟钝 但是脑子不笨 当时 年间二十岁的智村橘子郎 也许远不会掉到 就在自己入伍刚四个月的时候 他居然成为了日本帝国主义 全面侵略中国的导火索 1931年9月18日深夜 根据不平等条约 驻扎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 自行诈为沈阳北郊柳条湖附近 南满铁路的一段路轨 却返污中国军队破坏铁路 并以此为借口 向中国军队驻地北大营和沈阳城 发动进攻 制造了震惊中外的918事件 由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 对日本的侵略实行不抵抗政策 此后的四个多月 辽宁 吉林 黑龙江三省全部沦陷 918事变标志着日本帝国主义清华战争的开始 为进一步挑起全面清华战争 日本陆续增兵进入华北 到1937年 日军已从东西北三面包围了北平 从1937年6月起 驻北平分开的日本华北驻屯军 更是频繁地在卢沟桥附近进行军事演习 一つは日本軍の包团から六方京の近くで演習をしていたという そういうことは大事ですね やはり中国軍に対して毎日の場合どういうふうに対応するかということで 頻繁に演習をやっていた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が かなり37年の6月と4月になる いろんな意味で緊張 日中関係や特に過福でも 在日本国立国会图書館 保留着治村橘子郎所在日军中隊長 清水捷狼大尉的回憶录 他这样描述1937年7月7日当晚的情况 这是一个一点风都没有 没有月亮 星空中远远的微微的浮现着卢沟桥城墙 只是隐约可见游动着的士兵 这是一个寂静的黑夜 1937年7月7日日军演习内容 是利用夜幕摸向晚平城方向的 中国假想敌主阵地 在战斗準備完成后 于黎明时分发起攻击 晚上22時40分 当参加演习的日军部队 悄悄摸向假想敌阵地的时候 演习地域上空 突然传来了实弹射击的枪阵 所以中退市長の清水大尉が全員集まれ 因此 因此 その辺に散らばっていた兵隊 を集めるために ラッパーを吹いたんですね その時に集まってきた兵隊を チェックするとですね 志村二頭兵という 一番最下級の 入隊したばかりの 若い兵士ですね 20歳の兵士です それで それは見当たらないと これは日本国立国会图書館 保存的一封密件 我们看到了当时日本外務省 为1937年7月7日 这晚发生的事件 所作的备忘录 我军在卢沟桥演习期间 遭遇到中国守军的步伐射击 那么真相究竟是怎样的呢 这份备忘录中一个细节 引起了中国設置组的注意 备忘录签订的日期 是7月11日 那么 为什么应该在7月7日当天 要做的备忘录 到了7月11日才完成 在这几天里 究竟发生了哪些事情 这份备忘录 和中国卢沟桥盘的枪声 以及日军士兵 志村菊子郎的失踪 又有着怎样的联系呢 2012年5月12日 中国设置组专程来到了 位于东京都木黑区的 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 日本防卫省是日本的政府部门之一 而防卫研究所 则是日本最高军事科学研究和教育机构 在这里 我们找到了1937年7月7日 亲手点燃日军全面清华导火索的一个关键人物的资料 他叫谋田口连野 是当晚失踪士兵 志村菊子郎所在日本华北驻屯军第一连队的连队长 1937年7月7日夜 当得知志村菊子郎失踪后 是他以此为借口集合大队日军 企图进入中国士兵守卫的晚平城寻找失踪士兵 然而就在日军还没有赶到晚平城的时候 谋田口连野得到消息 失踪日军士兵志村菊子郎已经被找到了 原来志村菊子郎 是因为在演习过程中拉肚子 之后又迷失了方向 所以没有及时赶回日军营地集合 此时的谋田口连野 向所有人隐瞒了志村菊子郎被找到的消息 依然按照既定目标 向中国守军蛮横地提出 进入晚平城搜查志村菊子郎 他的这一无理要求 遭到了中国守军的断然拒绝 志村二刀兵が一時見えなくなった というのはその時だけの話なんですよ ところがそれに日本軍は 志村を探すという名目で 遠平建城の立入を要求した それを近親中大隊長が拒絶した ということから両軍の雲行きが 非常に険しくなった そういう結果が出たわけですけれども 実質的には この志村二刀兵の一時失踪というのは 大した意味はないわけです わかってみればね 三個小时後 盤踞在晚平城外的日本華北駐屯軍 第一連隊第三大隊隊長 一目清直 接到牟田口連野的命令 要求炮轰晚平城 于是盤踞在城外的日軍 对晚平城立刻发起了攻击 一時間槍炮齐名 由于準備充分 日軍的第一把炮弹 更是直接集中了晚平城 行政专属大厅 時任晚平县政府秘書洪大中 後來這樣回憶 盤沟橋事件前 在晚平专属 剛剛成立的时候 駐丰台日軍大隊長 一目清直少佐 首先来到专属 表示祝贺 平时一目清直外出 都起着高头大马 可是这次到 无理之遥的晚平城 却徒步而行 十分奇怪 盤沟橋事件 日軍第一炮 就把专属大厅打垮 原来一目清直下马步行 是在走步测量距离 7月8日凌晨 日军炮击晚平城 至此 日本发动了 蓄毛已久的 全面清华战争 此时 这些正在装填炮弹的 日本士兵并不知道 炮轰晚平城的命令 是连队长 牟田口连野 自己下达的 军人以服从命令 为天职 那么 为什么一个基层指挥官 在没有通报上级 获得明确指令的时候 敢自作主张 发动 卢沟桥事变 日本外务省 是日本政府 负责对外关系事务的 最高机关 也是一百多年来 日本唯一没有发生变动的机构 在它的资料管理 我们查找到了大量珍贵的历史档案 由于国民党政府对日本采取绥靖政策 1933年5月 在918事变发生快两年时 日本逼迫中国签订了唐沟停战协定 日本彻底控制了中国东北三省 而且将大片的万里长城以南的中国领土 作为中立地带掌握在手中 与此同时 在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的推动下 日军开始在华北等地建立自治政权 1935年6月 臭名昭著的河梅协定达成 规定蒋介石嫡系部队 从河北上撤退 1936年 在华北的日本中国驻屯军 开始大量增加兵力 为全面清华战争铺平道路 这一系列的事件 日本人称之为华北分离工作 华北分离运作制造了一个 这个集中防供自治政府 这是一个 就是为了侵略铺了一个台阶 铺了一个台阶 也就是说他对这个华北 有这个侵略的野心 他才第二步走 日军的野心 国民党失地丧权的妥协 激起了国人高涨的抗日热潮 1935年12月9日 北平爱国学生 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国示威游行 得到了全国学生的响应 和全国人民的支持 1935年12月17日 中国共产党马尧不会议 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1936年12月12日 西安事变爆发 中国逐步实现了 从国内战争到全国抗战的转变 这是1936年8月7日 日本制定的基准国策纲要 纲要指出 日本要继续军事扩张 把侵略扩张作为立国之本 使国家置于军事控制之下 当时日本陆军最高指挥官 姗姗原认为 三个月就可以完全侵占中国 甚至一击就可吞并中国 1937年7月3日 时任关东军参谋长的东条英姬 将日本政府提议 立即给中国以打击 日军开始疯狂地寻找 挑起全面清华战争的借口 1937年7月7日 当日军演习部队出现失踪士兵时 日本中国华北诸屯军第一连队长 毛田口连也惊喜异常 对于十年四十九岁的他来说 这正是他快速升官的绝佳机会 尽管只是一名一线指挥官 但毛田口连也非常明白 日本政府及军部长期以来 对中国的侵略企图 而失踪士兵事件 恰恰就是日本政府和日本军部 渴望出现的战争借口 但是军人としては やはり何か戦闘があって そこで功績を上げるというのは やはり军人としては 良い機会だという風に考えるのは 当然日本の军人の一つのタイプ まあ宇田口の場合もそうですけど 一つのタイプの軍人としては あったと思いますね だから甲斐の場合は そういう人だったということだと思います 日本陆军的軍規里 有一条軍規 現地指挥权 即日本陆军授权一线战斗指挥員 遇到突发事件时 可以先斩後奏 于是駐守北平封台的日军連隊長 牟田口連也 就是利用这条特殊军規 为他的部队挑起卢沟桥事变 找到了对于日本来说合理的解释 正如牟田口連也所期待 由于他亲手点燃了全面侵华战争的导火索 为此日军授旗金英三级勋章 随后晋升少将 1944年 牟田口連也在新加坡指挥作战时 曾狂妄的这样叫嚣 大东亚战争是我的责任 卢沟桥打第一枪 挑起了这场战争的是我 现在也该我来收拾这场战争了 你们看着吧 其实牟田口連也应该清楚 他不过是日本政府和日本军部 阴谋侵略中国的一个马前族而已 一切事实表明 日本为进行全面侵华战争 早就已经在百般谋划 而1937年7月7日夜晚 下令攻击中国军队的牟田口連也 不过是帮助日本政府 以及日本军部 编造了一个发动战争的借口而已 1944年 自大的牟田口連也少将 在印度英华战役中 率15万日本侵略军 红美英英联军 及中国远征军作战 他的部队被打得落花流水 所剩无几 牟田口連也随即被解除了军职 而在卢沟桥事变中 失踪的士兵 日村菊次郎 也死在了英帕尔战役中 十年 二十八岁 1937年7月7日深夜 卢沟桥事变爆发 消息传到日本陆军参谋本部 立刻在众多日军军官中 引起了巨大争议 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 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在东方的爆发点 中国的全民族抗战 开辟了世界第一个 大规模反法西斯战场 私はあれは完全に日本の侵略戦争であった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 当然事実そうですしね 中国が日本に侵略してきたという歴史は全然ありません したがって日本がその反戦の下に立って この四十年間やってきていますので やっぱり次の新しい世代にも そういう歴史的事実というものをしっかりと伝えながらですね より良い方向に平和的に共産共和できるように 努力をしなければいけない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 日本各地的海拔都以此地位標準策定 由于环境清幽 这里也是东京市民平日休闲的地方 但很少有人知道 这里曾经坐落在全面掌控日军侵略战争的中枢机构 日本陆军参谋本部 77年前 从这里频繁发出的每一道命令 都直接影响着日本清华战争 这是1937年7月11日的内阁决议 正是这份决议将卢沟桥事变迅速扩大为全面清华战争 而这份决议的具体实施方案 就是由日军参谋本部制定并提交的 那么在这栋已经消失的神秘建筑中 究竟隐藏着怎样的历史真相呢 1937年7月7日深夜 卢沟桥事变爆发 第二天一大早 消息传到日本陆军参谋本部 立刻在众多日军军官中 引起了巨大争议 对于卢沟桥事变的爆发 时任日军参谋本部 作战客客长的武藤章 显得尤为火月 作为积极主张将事态扩大的代表人物 武藤章认为自己等待已久的机会终于到来了 在没有请示上级的情况下 他立即命令作战客 着手制定对华作战的具体方案 然而 作为武藤章的顶头上司 时任参谋本部 作战部第一部长的石元婉儿 却与武藤章有着截然相反的态度 石原幹事の場合には やはりソ連との関係を 大争戦というものを第一に考えていますから 中国 ここで拡大したら 中国と大きな戦争になったらですね ソ連に対して備えが薄くなるという そういう機具を持ったわけですね 武藤の場合は いわゆる拡大派という風に言われます ある意味では もう一つ考えていわゆる一元議論と つまり中国に対しては 強く出るんです 中国は日本の言語をすぐ聞くと 簡単にこう戦争を収まるという風に 彼らは判断したわけですね 石元婉儿 是当时日本軍方 举足轻重的人物 对于卢沟桥事典的处理 他提出 防止事態扩大的方针 并不是不想发动清华战争 而是觉得此时发动全面清华战争 時機还不够成熟 在日本防衛省的战史資料管 至今还保存着 1936年日本内閣制定的 国防国策大纲 在这部由石元婉儿主持修订的 决定日本军事战略方向的大纲理 提出了日本清华的指导策略 就是以蚕食的方式 逐步侵略中国 所以日军侵占中国东北后 石元婉儿认为 应该继续足够力量 用来对抗日本速敌苏联的威胁 而不应在此时利用卢沟桥事变的爆发 与中国全面开战 石元婉儿 他主要是主战的是对苏联作战 苏联是他最大的假设题 他不认为中国比苏联要强 但是你要是和中国打了以后 自己的实力受到削弱 这样来说对他整个战略构想来讲 就是说你打着没有胜算的战争的话 削弱自己的实力将来 如果要是中国和苏联联系起来 一起打着军 军马上就会一败涂地 但令人不解的是 武藤章制定的卢沟桥事变 扩大化方案 在遭到其上司石元婉儿的反对后 武藤章并没有停止 对华作战计划的制定 在武藤章看来 他手中掌握着其上司石元婉儿的把柄 他正是利用这个把柄 不断向石元婉儿施压 日本人说到的晚舟事变 就是1931年9月18日 发生在中国东北的918事变 这里是位于日本北部的小城赫港 也是石元婉儿的家乡 设置组在这里的乡土资料馆 找到了时任日本驻中国东北关东军作战主任参谋的石元婉儿 亲手制造的918事变的第一手资料 在日本政府和军部的支持下 石元婉儿等人在制造918事变后 日军悍然侵占了中国东北三省 为日本赢得了巨大利益 因此石元婉儿得到了天皇的嘉奖 从中左直接晋升为少将 极力主张全面侵华的武藤章 正是以918事变为借口 企图迫使石元婉儿同意向中国赠兵 以使卢沟桥事变迅速扩大 其实被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掌控的军部 大部分军官都是像武藤章这样 希望以卢沟桥事变为契机 即刻划动全面清华战争的狂热分子 然而针对卢沟桥事变爆发后 事态究竟如何发展 是暂缓事态扩大 还是立即全面清华 最终还需要一个关键人物的点头 日本陆军大臣珊珊远意识到 1937年卢沟桥事变的爆发 正是日本全面占领中国的最佳时机 日本应该在最短时间内 首先侵占全中国 永田亭位于日本东京都的中心地带 日本最重要的政府机构 大都聚集于此 1937年7月11日凌晨 石元婉儿急匆匆地赶到了 位于这里的首相官邸 石元婉儿由于担心武藤章他们 破坏了自己蚕食中国的计划 他希望能够说服首相禁卫文末 在即将召开的内阁会议上 否决陆军提出的 对中国派兵的计划 但石元婉儿未曾料到 他的竭力争取 已经没有任何作用了 因为就在前一天晚上 陆军大臣珊珊远 就已经找到首相禁卫文末 强硬地提出了这样的要求 由于日本在华北的驻军兵力 实在过于薄弱和令人担忧 希望火速向中国派兵 珊珊远出身于武士家庭 崇尚武力 作为日本陆军的最高指挥官 他坚定地认为 中国正是军阀割据之时 国力不强军心涣散 只要日本向中国出兵 最多三个月 甚至只需一击 就能拿下整个中国 而日本只有拥有 中国的丰富资源 才能为未来更大范围的侵略战争 提供游历保障 最终战胜苏联 日本有很多人可能认为 中国又像东北一样 不去抗战 攻守让出江山 但是全体是 鹿沟原事件后的行动 也认为 特别是军人的中心 也认为 轻微地认为 鹿沟原事件的 日本偶尾的対応 左右 一种原因 日本陆军大臣山山园意识到 1937年卢沟桥事变的爆发 正是日本全面占领中国的最佳时机 日本应该在最短时间内 首先侵占全中国 面对石原婉儿 暂缓卢沟桥事变扩大的想法 和山山园快速侵占中国的建议 首相禁卫文某坚定地站在 日本陆军最高指挥官山山园的一边 同意山山园的所有要求 进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后 日本右翼势力连续策动兵变和政变 导致日本内阁更迭频繁 法西斯势力迅速膨胀 1936年2月26日 政变上台的广田内阁 进一步实现军部 法西斯势力对日本政府的控制 并加紧进行以征服中国 和称霸亚洲为主要目标的扩军备战 推进国民经济军事化进程 加快了全面侵略中国的步伐 1937年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 受军部控制的日本政府 阴谋发动了清华战争 请收看探索发现播出的纪录片 烽火1937 如今的东京都 用田亭显得十分安宁 但1936年2月间 在这里上演了日本近代史上 最为血腥的一幕场景 1936年2月26日 出于对政府政策的不满 日本陆军军官率领1400名日本军人 分别袭击了 包括首相官邸在内的政府重要部门 杀害了内务大臣 财政大臣 教育总监等多名内阁要人 时任首相钢田启介 也在这次兵变中倒台 这次事件 史称226兵变 日本从此开始了 军部统治一切的历史 1936年4月 经日本天皇批准 日本的中国驻屯军 扩大编制 兵力增加近三倍 形成了一个有5700多人 多兵种的军事集团 9月 日军强占北平西南门户 封台 严重威胁当地 中国驻军 加剧了华北的紧张局势 同时 日军军部制定了 1937年度 大规模侵略中国的作战计划 在华北 你用八个师团 占领北平 天津为中心的华北五省 在华中 你用五个师团 一步进攻上海 一步从杭州湾登陆 两军侧影 向南京作战 在华南 你用一个师团 占领广州地区 同时 以海军控制中国沿海 及长江水域 协助陆军 占领各战略要地 按此计划 日军用于清华战争的兵力 由1936年的九个师团 增加到14个 1937年1月 广田内阁 因日本军部 同日本政党官僚之间的 矛盾计划 被迫总辞职 这时 日本统治集团 赶到国内政治 经济形势不稳 便急于乘机 发动全面清华战争 以此来缓和国内矛盾 并扩大日本 在中国的殖民统治 加强同英 法美等国 及苏联对抗的地位 从1937年5月起 日军在北平至天津的铁路线 以及丰台 卢沟桥一带 频繁进行实弹演习 5月间 日本关东军司令部 和驻天津的中国驻屯军司令部 频频开会 策划发动 大规模的清华战争 1936年6月初 经过几度内阁危机之后 禁卫文末 授命阻隔 暂时缓和了日本统治集团内 军部 裁界 政党官僚之间的矛盾 获得所谓 举国一致的拥护 禁卫文末上台后 继续强化战争体制 最终 1937年7月7日夜 日军挑起了卢沟桥事变 发动了全面清华战争 英文末上台 司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